可爱的观众 上一期视频我们已经了解了《烛火之鹅》 这一期视频我们就来推进一下剧情 在《烛火之鹅》中 布洛尼亚担任着领袖的职责 虽然在平日里她表现得非常镇定 但布洛尼亚心中依然有着难以抚平的伤痕 因为这个世界是Kiana毁灭的 而在那场灭世之战中 牙医也变成了律者 并且从此消失 而九霄来到这个世界后 可以在梦境中看见Kiana和牙医 在某一次任务时 九霄跟随布洛尼亚和希尔来到了游乐园 突然间 她看见了五年前的牙医和布洛尼亚 那是牙医和布洛尼亚刚刚相识的景象 当九霄将看到的一切转告布洛尼亚 布洛尼亚却以近乎疯狂的口吻 询问牙医的下落 九霄说不出所以然来 希尔则不断地安抚着布洛尼亚的情绪 布洛尼亚这才冷静下来 继续完成任务 很快 九霄 希尔 以及布洛尼亚 深入了游乐园内部 也就是侯母城堡里 然而在城堡的王座上 却突然出现了消失五年的牙医 布洛尼亚像是失乐魂一样走向牙医 这样希尔和九霄陷入了被崩坏受围困的险境 索性机子在此刻来到了城堡内 几人才顺利离开侯母城堡回到基地 布洛尼亚对自己的尸子感到懊悔 希尔的哭诉更是让她感到万分难受 所以在洗澡的时候 希尔趁机对布洛尼亚仔细地抚摸了一番 布洛尼亚因为希尔的鼓励重新振作了起来 她和基子深入了长空室的M1社 准备寻找对崩坏发起反攻的契机 但这样的行动引来了崩坏社的袭击 布洛尼亚和基子最终被困在了M1社里 希尔临时指挥诸火车的成员去营救布洛尼亚 他们成功到达了M1社 并在M1社附近建立了防御公式 但希尔没有想到 M1社废弃了五年 居然还可以运作 里面甚至出现了机甲兵器 并且这些机甲开始对祖火之鹅的成员发动攻击 希尔只能带着部队亲自去面对这些机甲 在一番战斗之后 祖火之鹅终于进入了M1社内部 而在M1社内部 希尔终于找到了布洛尼亚 M1社隐藏着巨大的兵工厂 重启兵工厂就能拥有和崩坏抗衡的实力 布洛尼亚一直在计划夺取这里 这一次背着希尔和基子来到这里 就是想看看M1社的状况 没想到遭受到了崩坏社和机甲的攻击 所以被困在了M1社里 更没想到希尔直接带领祖火之鹅 攻打了进来 当务之急是与大部队会合 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当当他们准备在机甲的围攻下 杀出一条血路时 回去路上的大门却突然关闭了 他们只能继续深入M1社 所幸靠着布洛尼亚五年前的记忆 他们找到了控制室 这样一来就能通过控制室 关闭M1社的机甲 布洛尼亚换出了中装小兔 黑入了控制室的系统中 然而这个系统却已经被崩坏侵蚀 在系统里 布洛尼亚见到了右脸的牙医 因为M1社是雷电龙马的公司 牙医的数据被他精心保存了下来 但现在的牙医数据已经不单纯是数据了 他被崩坏能禁然 想要布洛尼亚留在数据空间中 而在外部 布洛尼亚身上检测出了崩坏能反应 希尔察觉到不对劲 只能冒险地使用他量子态的能力 靠着这种能力 希尔也进入了布洛尼亚所在的数据空间 他没有办法直接见到布洛尼亚 只能在数据空间中不断地呼唤布洛尼亚 希尔的呼唤 让布洛尼亚逐渐找回了理智 美好的世界只是幻想 残坡的现实还等着他拯救 最终 在艾蜜的死亡与痛苦的生存间 布洛尼亚选择了后者 他与幼年的牙医告别 回到了希尔的身边 猪火之尔短暂地夺取了M1社的控制权 但没过多久 M1社内部就出现了大量的崩坏能反应 顺着崩坏能升入M1社后 牙医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在机子看来 牙医是绿者 是毁灭世界的元凶 所以他们一见面就打了起来 布洛尼亚想要劝牙医回来 希望牙医可以和他们齐心协力 开始新的生活 但牙医已经不是布洛尼亚所认识的那样 他命令机甲发起了进攻 然而机甲被战胜之后 牙医开始亲自攻击祖火之尔 雷电的力量瞄准着M1社的大楼 偏转了牙医的攻击 虽然这次攻击没能完全摧毁M1社 但M1社也不再安全了 所以祖火之尔还是撤回了原本的基地 这一系列做法导致了基地暴露 布洛尼亚很快安排了转移基地的事项 然而在转移的过程中 大量的崩坏生物开始攻击祖火之尔基地 同时天空出现了巨大的龙形崩坏兽酷酷而砍 强烈的崩坏人在基地上空聚集 律者已经锁定了基地 许多人还没有登上秀玻利安号 秀玻利安号前方甚至还有战斗人员 但基子依然命令秀玻利安号发射主炮 将战斗人员和崩坏兽一起红尘灰烬 来为战舰开路 秀玻利安号必须立刻启动 不然就会和基地一起化为飞灰 布洛尼亚不想丢下基地里的任何人 他想要跑回基地尽快疏散人员 基子没有办法再等布洛尼亚了 他下令关闭秀玻利安的舱门 希尔知道一旦基子关上舱门 他就不会再开启了 希尔也知道布洛尼亚不会听他的劝告 所以为了拯救布洛尼亚 他跳下了秀玻利安 抓起布洛尼亚就往秀玻利安号人 在最后一刻 布洛尼亚成功搭上了秀玻利安 离开了基地 但希尔却消失在了从天而降的雷光之中